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预计这波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三 所以提醒您未来这几天都是一个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 大家外出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而东北季风增强了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开始 整个西半部地区因为扩散条件不良 就污染润持续的累积在大气中了 空气品质都来到了非常严重的不良等级了 而预计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会把我们本地排放的这些污染物给往外带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很快的又有一波新的境外污染 要南下影响台湾了 等于说这个污染物是接力影响台湾 所以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境外污染又要影响了 而且会持续影响到明天一整天 脏又冷的空气会持续的影响台湾 所以特别提醒敏感族群 这几天的空气品质都不好 至少到明天空气品质也是蛮不良的 特别提醒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 隔绝将空气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微型云图 今天台湾上空依旧是晴朗一片云浪 都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北方虽然有一道封面云系轻轻的略过 但是对台湾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而这个封面云系过后会有一波冷气团 要南下影响台湾 时间点就落在今天的晚上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受到一波新的冷气团南下影响 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很明显的 气温又要下滑转凉风速 也会很明显的变得比较大一些些 而在中南部地区预计在明后两天 也会早晚感觉比较凉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了这波冷空气 预计在今天晚上就要南下了 而且这波冷空气的特性是 它的水气量是比较少的 是属于一个比较干冷的空气 也因为如此会直接把中国沿岸的污染物 直接南下带来台湾来 所以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 境外污染就会影响了 预计会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一整天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 除了气温会下滑转凉之外 也会很明显的空气会持续维持 一个比较脏的这种空气的情况 好 至于在降雨的部分刚刚提过了 这波冷空气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未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况都不明显 就只有在东北季风银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宜兰地区有一点点的零星短阵阵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多云续情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好 再进一步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了 这两天的周休假期 全台各亿的气温都有来到20度以上 有些地方甚至来到了25 6度了 相当的温暖相当的舒服 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 北部的地区的气温就会一路的往下滑 预计晚上的低温就会降到只有14度 而且这样子14度的气温会一直维持到礼拜二左右 礼拜三之后气温才会稍稍的往回升 但是很快的礼拜四又有一波新的冷空气要南下 而且会伴随着比较明显的雪气移入 所以礼拜四的下半天之后会开始下起雨来 直到礼拜五会转成一个比较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所以北部地区在礼拜四的白天之前 都是一个比较干冷干凉的天气 礼拜四之后就会转成湿冷的天气形态了 而在南部地区中部地区 未来这几天天天都是好天气都有阳光 气温的部分是早晚比较凉 中午温暖日夜温差大的这种天气形态 可以看到南部地区低温大概只有16度左右 中部地区也大概只有15度左右 不过白天阳光露脸之后 高温都可以来到接近25度 所以特别提醒你日月温差真的是蛮大的 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千万不要被中午的阳光给骗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